Hello 大家好 發現我自己什麼都不會做的 所以最後還是做回這件事 做完之後可以想到一些再不同的事情做 想表演的心是一直繼續 失業也是真的 中間感覺很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我只是有很慌的感覺 這段時間 所以就在想要做什麼 有想過做音樂劇的 不過音樂劇就 又等到劇本來 又等到歌來 又等到籌備 失業的感覺就很強烈 不如先做一個我之前比較拿手的東西 演唱會已經做了好幾次了 所以還是覺得比較拿手 所以我先做一個演唱會 今天就宣布第10個了 我想40年其實並不多 屬於產量低的 你九次的個人演唱會的感覺是怎樣的 想哭就說了 一直看著自己的成長是有點感觸的 我經常都說很想看到自己的腦袋是怎樣的 樣子是怎樣的 現在就看到了 不知道之後是怎樣的 每次演唱會都想帶一些不同的東西給大家 我和你吻別 在無人的前 都不是辦法來的嘛 是不是 沒有理由進來 唱來唱那幾個歌 那你要找一些新歌 找一些新的東西給大家看 希望這次都可以帶一些新鮮感給大家 三學友2023巡迴演唱會正式啟動 還有為什麼會想到用燈塔這個 首先燈塔就不是我想的 都挺對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燈塔的光好像我自己 這個燈塔當然是指引那些船啊 爬到迷路嘛 對吧 那我自己覺得我做每一次演唱會的時候 都是會害怕的 就是在這段時間我會覺得很迷失 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 做些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燈塔對我來說就好像 就是提醒好像我的初心那樣的光 就是我記得我自己做演唱會 只是拿著兩個原則而已 第一個原則就是 怎樣可以唱好一點 第二就是怎樣可以表演得好一點 大家最想知道了 究竟什麼時候開始呢 2023年6月9日 我們第一場會在金剛中美館 就是我們今次的唱會演唱會的第一場了 好 掌聲感謝所有 謝謝